第十七集 李半仙烤好一把羊肉串递给我 我一愣 李半仙说上我吃着 老这么烤没人吃会惹人怀疑 更何况这小花帽烤肉串的本事不算差 他没上人家身之前呢 人家生意挺好的 上身之后人家找他烤串 他不敢搭理人家 自然也没人再找他要烤串了 我接过来吃了一串 味道确实很棒 我问李半仙说 不是说你老婆在外边偷人 你乱刀把人砍死了吗 他一死你就东窗事发 也没工夫料理你老婆后事 是谁给他下了养血湿的风水局呢 李半仙愤愤愤的又递给我一把烤串 说道 说我老婆给我戴绿帽子的 那都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 我们夫妻十分恩爱 我也没有乱刀砍他 他死之前 我忍痛砍掉他一双脚 也是为了救他 在他死之前 我已经发现 他被人做了手脚 按理说 要养血湿 死者尸体 必须完好无损 特别是一双脚 一定要是完整的 这样 血湿便可以四处飘荡 吸人惊血 一血养血 才是养血湿的精髓 我老婆这么多年 受我耳濡目染 对阴阳叔叔 也了解不少 他一再求我砍他双脚 我犹豫再三 错过了最好时机 在他断气之后 才下决心 砍掉他双脚 这不下养血湿风水局的人 是位风水高手 尸体虽说是残缺了 他还能利用风水修补之法 让这座风水棋局 重新发挥作用 造了座 拒魂大阵 亏你昨天机灵 先破阳血湿风水局 后悔拒魂大阵 总算回地方上 做了件大好事啊 李半仙的话 让我十分震惊 原来李半仙老婆 是被人算计的 那李半仙死后 被人下了七星连杀 难道也是同一个人干的 这人是有多恨李半仙 才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相后弄死李家夫妇不算 还让他们死后不得安生 双双做了厉鬼 更是用风水术 绝了李家的后 就算再大的仇恨 这人死如灯灭 死了也就算了 这样赶尽杀绝 可真不是大丈夫所为 我说道 师父 这给你们老李家 下风水局的人 是有歹毒 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你怎么得罪人家了 李半仙叹了口气 说道 这个人是我的师父 他之所以这样害我 是因为我不听他的话 不按照他的方式去害人 就是为了这个 李半仙点了点头 说道 我冒险上人参来找你 估计因为他门下弟子 已经发现情况不对 可能已经注意到你了 你万事要小心哪 现在我虽把生平奇数 全传给了你 但那半卷残书中的内容 尖色难懂 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领悟出来的 你还需要藏桌呀 否则被他们发现了 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没想到李半仙身上 还有这么一出戏 我听的是胆战心惊 李半仙这么厉害的人物 都被他师门整得这么惨 我这种打酱油的 还不被人家一只手指戳死 我真后悔莫名其妙的 做了李半仙的徒弟 否则就算我死了 好歹也能去投胎呀 现在倒好 被李半仙尸门抓住 不知道会给我折腾成什么鬼样子 李半仙看出我的心思 他黑黑冷笑两声 说道 小兔崽子 你别怪我赖上你 我师门跟你们杨家的过节可不小 这些年 你们杨家能平平顺顺地走过来 也亏杨家出了位老太爷 死前做了很多布置 才能保你们杨门五十年平安 现在五十年已经过了 杨门要再延续下去 就要靠你的真本事了 李半仙的话 听到我心里一致的发凉 我对老一辈的恩怨情仇 一点都不懂 也不知道我们杨家得罪过谁 话说回来 这些沉这么烂骨子的事 早随着我家老太爷 我爷爷的死烟消云散了 我们家自打我爸开始 就不搞风水堪余了 他们怎么能还黏着不放呢 李半仙说 他当时也跟我一样的想法 认为大不了一死 这人死了什么都没了 没想到那群王八蛋 还这么狠毒 搞到他们李家家破人亡 段子绝孙 这还不算 还要把他们夫妻变成杀人工具 太恶毒了 我也被气坏了 照李半仙的意思 我们杨家横竖只有个完蛋了 要说靠我打败李半仙的师父 那是屁话 李半仙师父也就是我师爹 李半仙自己都搞不定 我怎么能搞得定 李半仙拍着我肩膀 说道 别忘了 你是天雷地火其名 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好材料 只要你勤奋钻研手里的半卷奇数 将来必成大器啊 我根本就不信李半仙的说法 什么狗屁天雷地火其名的 老子打一出声 就一身碎 喝口水都能塞牙缝 靠这个能悟出那半本残书 鬼才信呢 我也不是没翻过那半本破书 摊开里面全是繁体古字 读两行就让我想睡觉了 更别说领悟了 李半仙说完这些话 一再提醒我小心 便推着烤串摊子出了公园门口 一会儿就消失在马路人流里 我的好心情被李半仙这一番话 搅得是支离破碎 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这样想也不全是因为害怕 我觉得李半仙尸门的人太过分了 把李家害成这样还不罢休 我只不过凑巧破了阳血湿的风水局 他们连我都不放过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怪 表面上看去特别懦弱 只要在这个限度内啊 我能忍就忍 能退一步就退一步 可把我逼到底线了 哪怕是死 我也要拉一垫背的 就给你死磕下去 李半仙尸门的做法 的确激起了我的愤怒 我在公园长椅上又坐了片刻 就看到张磊磊悄声声的站在公园门口 正朝着我这边张望 他显然呢 看到了我 冲我指挥手 看到张磊磊气色好了很多 我心情也好了一些 张磊磊要带我去吃前江油闷大虾 这种虾味道很重 又辣又香 是我们继承夏季夜生活重要的食物 吃油闷大虾喝啤酒 这又清凉是又舒服 我们打车去了一家夜市 这个时间段啊 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候 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座位 张磊磊点了很多我爱吃的东西 又给我点了一闸 冰冻的雪花啤酒 张磊磊给我和自己倒了满满一大杯酒 我俩举起来碰杯 张磊磊说 干 敬我的救命恩人 我俩一饮而尽 真没想到张磊磊这丫头酒量这么好 这种大容量杯子都能一口干 我一口喝完胃里就有点不舒服 这张磊磊却跟没事人一样 张磊磊说他爸爸工作上啊 应酬很多 习惯性的会喝酒 他小时候爸爸就教他喝酒 现在的酒量一般男人都喝不过他 我还真不信这个鞋 跟张磊磊两人边吃虾 边一杯一杯的往肚子里灌 眨眼的功夫 两人就喝了四瓶 我已经喝到满脸通红 头晕的地步 这张磊磊呢 还一点事都没有 我只能举双手认输了 张磊磊说 杨小天 真看不出来啊 没想到 你还是隐居在城市里的高人呢 这太让我意外了 张磊磊的话让我很不好意思 我善善的说自己啊 也是略懂一点 刚好凑巧 遇到了 又是老同学 就出手了 张磊磊又敬了我好几杯酒 这是要把我喝趴下的节奏啊 我嘴上说不能再喝了 却跟张磊磊喝的是不亦乐乎 别看张磊磊在学校 一份不识人间央火的样子 在酒桌上 那就原形毕露了 跟我喝酒吹牛聊大天 还会划拳指骰子呢 他说这些都是他爸爸教他的 晚上在家 他爸爸无聊了 就拉他一起喝酒玩 张磊磊的爸爸 我见过几次 在我们继承 也是有名的富商 身子上 有骨子江湖气 人在那一站呢 话都不用说 那股气势就足以震慑人了 趁着喝酒的机会 我偷偷看了张磊磊的脖子 发现他血白的脖颈上 那条刀口一样的血迹 便淡了不少 阴阳秘书里的说法 这血痕是煞鬼在张磊磊脖子上系的绳子 也是打的某种标志 只要有这种标志 七位煞星鬼很容易找到张磊磊 而过路的孤魂野鬼 看到张磊磊脖子上系的红绳 也会过路骚扰 轻则让他生场病 重则会借机牵走他的魂魄 当时我脖子上也有红绳 我被白无常勾魂的时候 绳子自己掉了 这黑白无常这种要面子的阴差 才不会允许别的鬼 在他们勾的魂身上乱寄东西呢 张磊磊脖子上的红绳啊 绝对是颗定时炸弹 我得想办法尽快帮他取下 我还发现一个现象 这越色越深 张磊磊脖子上的红绳 也就越明显 我们吃了一个多小时 那道浅痕已经变深了不少 我对张磊磊说呀 你知道为什么最近你总是招鬼吗 张磊磊茫然的摇了摇头 我指了指他脖子 说道 就是那道痕迹在作怪 它是鬼留在你身上的标记 鬼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个找到你 不管你躲到哪里 他们找你一如反掌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拿掉这东西 张磊磊吓得花容失色 我能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最受不了喜欢的女孩这样了 让我有一种强烈的保护欲 我故作镇定的跟张磊磊碰杯 说道别怕 有我呢 我会帮你取掉他 张磊磊点点头 眼神里全是感激啊 我们吃饱喝足了 我沿路散步 送张磊磊回家 走到人少的地方 我掏出风水枣罗盘 给自己开了天眼 我在扭头往后一看 吓了我一大跳 我们身后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跟了七八个孤魂野鬼了 不过这种鬼啊 一看就是那种低级货色 翻不了浪 我的一记风水枣罗盘 就能把他们打到魂飞魄散 张磊磊见我不停往后张望 忍不住问我 我只能把情况跟他说明 张磊磊吓得又是一个哆嗦 我也很头疼 张磊磊脖子上那玩意儿太醒目了 很容易招惹野鬼 这些野鬼里只要稍有道行的 牵张磊磊每晚六几圈魂魄 不出三个晚上 这张磊磊的魂肯定会掉 最后变成四处飘荡的孤魂野鬼 我发现张磊磊散了酒气之后 脸色异常的苍白 这是一种阳气虚弱的现象 现在张磊磊阳气弱 脖子上又有根招鬼的绳子 让他一个人出门啊 那简直就是拎着小命裸奔啊 这出事的几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这条红绳是青磊鬼给张磊磊绑的 所谓解灵还须寄灵人 要弄掉这根绳子 要么让青磊鬼帮他解开 要么只有让张磊磊三魂七魄魂魂魄离体 这魂魄一离体 红绳自己就脱落了 但魂魄离体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如果没有能窥魄天机的人从中协助 要想重新招回魂魄 简直比登天还难哪 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找李半仙 李半仙虽说受七星连煞的煞气驱使 常常不能控制自己 但好歹也有清醒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上了小花帽的身 来告诫我小心行事 这几天呢 我得想办法联系上李半仙 一直是这老头子找我 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络上 这尾时是一件头疼的事 没有解开红绳子之前呢 我必须寸步不离的守着张磊磊 张磊磊系着红绳子 已经招摇了半个多月了 恐怕呀 把周围的孤魂野鬼全给勾来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周围又聚集了不少五花八门各种鬼魂 有的吐着舌头的吊丝鬼 有皮开肉绽的烫丝鬼 还有只剩下半截的鬼 要不是我见过世面 早被眼前的情形吓个半死 要守着张磊磊可也不容易 在学校我们可以一个教室 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可以出手 可是晚上回家 我总不能住他们家吧 而且晚上鬼更容易下手 我思来想去非常头疼 他奶奶的 张磊磊要是个爷们都好 他睡我们家 我睡他们家 那都不叫事 张磊磊见我愁眉苦脸的 拉了拉我的手 说道 我已经知道你尽力了 如果实在没好的办法 那就以后再说吧 张磊磊劝我的样子 又温柔又迷人 像极了倩女幽魂里的聂小倩 我盯着她一时竟然呆住 张磊磊拿手在我面前挥了挥 说道 没事吧你 眼里已经有了称怪的意思 我尴尬的挠挠头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把她目前的处境 仔细的告诉了她 并且一再强调 如果不尽早解开红绳子 一定还会招惹更厉害的煞鬼过来 她现在就是炙手可热的糖层肉 哪只鬼都想来一口啊 张磊磊是大家闺秀 这心理素质一贯过硬 就算面对这么可怕的现实 她还是强扬欢笑 半开玩笑的对我说 你要不 你就一直守着我 我争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张磊磊再次强调 如果你愿意 也方便的话 可以一直守着我呀 直到红绳子解除掉